9月9日凌晨,疑似张新宇的微博账户在朋友圈内留言 你是好男人,我是坏女人,应该庆幸我不再耽误你了 该留言截图在媒体朋友圈内疯传 记者们纷纷猜测,这是张新宇与李晨的分手宣言 但双方均未正面回应,分手原因不尽令人好奇 据腾讯媒体记得多方打听,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李晨与张新宇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女方出现了劈腿 张新宇爱上了霍建华,二人被曝曾在杭州一同开访 李晨后来问过张新宇,张新宇承认了,故二人分手 值得一提的是,早在8月底,腾讯娱乐就独家拍到了 李晨与好友深夜买醉,疑似借酒消愁 曾经轰弄一时的石头链就这样告吹了吗? 有网友遗憾地表示,看来七块石头最终还是没能召唤神龙 腾讯娱乐独家报道